另外一点就是你要善于讲故事 大家要记住 我们在平时给别人沟通的时候 真正的高手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 而不是给别人讲道理或者是摆事实的人 讲道理你的道理永远都会被别人反驳 摆事实你的事实永远会也会被别人给追查 但是讲故事就不一样了 你要善于用你的故事来表达你的思想 表达你的目的 表达你的人事表达你的定位 表达你的产品 千万不要讲道理 也千万不要摆事实 就是讲故事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圣经这本书流传了几千年 然后不断地有人去加工它 这本书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故事载体 各种各样故事集合 里面的故事我们也无从考证 但是我们对它充满了信仰 对不对 其实自古以来凡是被流传下来的这些东西 没有一个是生硬的道理 或者是事实 反而是各种各样的故事 我们一定要善于给自己建立一个故事的场景 然后把自己带入到故事的场景中去 这就具备了一定传奇性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姚建云 这个人是双下腿被截肢了 当然他会歪牌 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设想 像这样一种人往往就是在戒头上面去卖艺的 比如说表演一些扑克牌技巧 然后类似于乞讨一样的方式去生存 但是他怎么设计的呢 他说他的腿是给别人赌博的时候 因为出老千被别人砍断的 所以说后悔终生 他发誓这一辈子都要教别人去反赌 教别人不要去赌博 他要用自己的这种绅士 用自己的遭遇 教别人千万不要赌博 因为赌博一定是有人出老千的 所以说你看 他经过这样一个设计 马上就不一样了 人具备了一个传奇标签 所以说他被分为亚洲赌王 进入到各种杂志啊 然后媒体啊 电视里面去教大家去反赌的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他没有这样一个传奇性 他不是在澳门赌博 被别人砍断了双腿 他只是普通 比如说通过一次出了一次的奢货 断了双腿 那么他就永远没有这种标签 现在这种绅士当然 在互联网上有很多人进行怀疑 有很多人去说是假的 当然真假 我们先写不论 学习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看他这个传奇性 同样是一个人 同样的技巧 同样的技能 但是你身上的标签不一样 你的传奇故事不一样 你的定位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人要想出名 必须具备一定的传奇性 我们要时刻牢记一句话 就是我就是传奇 很多人说 我好像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标签 我很普通 但是没关系 你继续挖吧 无论从你组织上去挖 还是从你横向上去挖 你身边的关系去挖 你总能挖到一定的传奇性 然后 我就是传奇这句话 大家要牢记在心中 传奇 被流传了一千遍 被磨记了一千遍 被反复 验证了一千遍 就成了真理 大家只要牢记这样一句话 我就是传奇 那么你就能成为一个传奇 所以说我们在做所有的工作之前 一定要从身上找标签 找独一无二的东西 给自己塑造一个传奇性 这样你就成为一个传奇 只要你成为一个传奇 那么你家里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会有关注度 你的产品一定会很好的卖出去 有人愿意带领你 有人愿意买你的东西 有人愿意跟你合作 对吧 这就是传奇的魅力 所以说我们想成为一个网红 第一阶段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达到自己的传奇性 给自己建立一个传奇标签 牢记一句话 我就是传奇 这句话重复了一千遍 传奇就成为一个真理 就成为一个永远不会被颠覆的真理 你就成为一个传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